星爷周星驰至今未婚 他的婚姻生活至今是引迷们关心的一件事 其实星爷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他的女友还是蛮多的 而且相恋时间都挺长 原本还是可以结婚的 据报道 周星驰最早的女友应该是罗慧娟 罗慧娟和周星驰是在拍摄盖世豪侠的时候认识的 大约在1987年 当时两人并没有承认这份恋情 但是却是电影圈公开的秘密 那个时候的感情显然比较纯洁 两个人还都比较年轻 也都处在事业的初期 没有太大运气 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一些现实性的问题 星爷和罗慧娟最后分手 两人的恋情持续了约五年的时间 曾经是星爷早期的运动女人 张敏也是桃学威龙里那个漂亮的女老师 张敏和周星驰两人 曾合作过不少卖作电影 包括《赌侠》 《新京武门1991》 《漫画威龙》 《木顶记》等 两人还曾被誉为银幕最佳情 绯闻自然也跟着不进而走 但是后来张敏的地位 渐渐被其他女星取代 在《九品芝麻关》中 张敏几乎没有什么细分 张敏渐渐的也淡出了娱乐圈 两人之后也没有再合作 连紫霞仙子的朱音 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吧 周星驰自豹 喜欢的情人类型 是长腿 丰满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矮 眼睛大大 看起来温柔 个性也活泼可爱 而朱音简直百分百负荷 并且朱音也是 兴在目前为止 唯一承认过的正式女友 92年 刚从演艺学院毕业的朱音 就和周星驰在 陶学威龙二中相识 相传 当年还是刚出道的朱音 其清纯甜美的外表 被周星驰 选来当大话西游的女主角 这部戏两人擦出了爱 从这部戏里 两人也擦出了火花 相继开始了地下恋情 末文卫也是周星驰的 绯闻女友之一 绝了解 当年两人在大话西游中 就暗生情愫 更是传出了 加上朱音三人的三角恋 此后 朱音和周星驰的恋情告急 随后分手之后 朱音绝口不提周星驰 更是烧掉了 所有和周星驰有关的东西 但是到底为什么 并不知情 余文凤 是周星驰拍拖时间最长的一人 总共13年之久 一直到2010年 两人才彻底分手 香港建设前雄鼓祖家族 于静波的小女儿 早前是周星驰的影迪 而且还有张国芝和赵薇 都曾被媒体说成是周星驰的 伙闻女友 但是时间特别短暂 小编认为 并不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如果您的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